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式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6月18日星期二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金融市场走势 那么昨天澳洲股市由于矿业股 逼合逼托和利托的下调使得大盘最终是下跌0.3% 收盘收在6530点附近 中国方面则基本保持原地不变 上证指数下跌0.3% 而深圳方面则上涨0.5% 最终护身大盘是保持了原地不变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跌幅约为0.1%至0.4% 而美国方面则有小幅的轻微下跌 道琼斯指数是下跌0.09% 道琼斯和纳斯达克则分别是0.2%和0.3% 另外在黄金方面目前金价继续维持在1340美元左右 但是比特币的价格在本周正式突破了9000美元 目前一个比特币报价为9100美元 接着在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的一个热门的澳洲股票 Afterpay 那么我们知道Afterpay是在过去一年中 应该说是澳洲股市里面上涨最快的上市公司 并没有之一 它从一个初创型企业利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在本月正式成为了澳洲市值前200位的上市公司 你可以说这个上涨速度可谓是非常之快 那么我们从今年的1月份 跟大家从14至15澳元开始推荐 Afterpay 一直从1月到5月 绝大部分时候 如果在这一段时间 进场的朋友们应该说都有不同程度的获利 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 Afterpay从最高点的28澳元下挫 至昨天最低点的20.20澳元 这个下跌幅度也达到了接近于30%的回调 所以最近有很多客户和朋友们都来问我们 这个Afterpay到底是什么原因 发生了如此大的下跌呢 我们总结了一下 Afterpay在过去主要有两点原因 第一 是在今年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澳洲反洗钱机构 Ostrak正式提出 对Afterpay某些产品中 某些客户的行为进行了质疑 当然了 这些行为并不是Afterpay本身的原因 而是其部分客户利用了其产品的漏洞 使得某一些交易看上去 可能会导致反洗钱法的嫌疑 但是Afterpay本身的公司并没有参与到其中 这是第一 第二点 为了企业的发展 Afterpay在本月月初 正式宣布将会融资3亿澳元 以每股23澳元的价格对外融资 那么这个消息一公布之后 在当时的股价是27澳元 因此当天就开始下挫 一直到昨天跌至了20.20澳元 这个跌幅也是跌破了其发行的新股的成本价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次收购这些新股的我们说的买方 并非是散户而是非常有实力的机构客户和这个我们叫做大型的企业基金 因此这些客户以23澳元他们并不是傻子 也就是说他们看好Afterpay未来的前景 而另外我也跟大家说过 任何一个产品只要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其上涨或者下跌达到30%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个潜在的交易机会 因此我们今天在广播中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正式跟大家说到 Afterpay从28澳元下跌至20澳元 目前我们可以重点考虑 甚至于当它期稳之后可以分批进场 那么这个呢是有关Afterpay的情况 另外很多客户在最近提到了澳元的走势 我们知道澳元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一直在下跌 目前是接近于过去10年的最低价 很多朋友们在问我澳元是否现在可以进场抄底 那我的观点呢 非常的一直是保持 今年一直保持的这个是看跌澳元的观点 到目前我依然认为澳元并没有处底 我的分析的来源主要是因为 我们知道澳洲在6月份是进行了第一次的降息 那么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中 一般来说一旦开启了降息 它绝不会仅仅只有一次 一般来说的话至少会有三次 甚至于四次一系列的降息 才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 所以我认为呢 6月份澳元的第一次降息 它并不仅仅是一个降息 而是一个一系列举措的开始 所以在未来三到六个月之内 很有可能澳元会有第二次 如果经济不好的话 甚至会有第三次的降息 因此澳元和美元在货币政策上 目前是南辕北辙的 简单来说 美国是在讨论要加多少次利息 而澳洲这边呢 则是在讨论要减多少次利息 所以说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因此两国货币的走势 也势必会一个向北一个向南 所以在澳元正式结束 它一系列的降息操作之前 我个人判断 澳元下跌的走势 目前依然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澳元很有可能 还会继续下探至少200至300点范围 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抄底澳元 一定要等其货币政策出现了转机 或者稳定之后才能考虑重新看着澳元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的每日财经快讯 另外在本周日 我们将会在墨尔本东南区 格兰威尔布里举办 2018财年的股票峰会 到时欢迎大家参与 时间是在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 地点是在285号的 Springwell Road 格兰威尔布里 Novotel酒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